那時候是真的非常傷心的 然後甚至有一段時間是很自責 走不出來 而且不敢跟大家分享任何關於寵物的事情 因為每次講一次看一次我都覺得很痛 然後你的... 我又哭了 你講我不要一天哭了多次 哈囉歡迎大家來到微醺之夜 準備好你的酒了嗎 今天是第12集 也是我們這一季的最後一集 那我們今天在這個時間 希望跟大家聊聊關於離別 那我們一樣敬意我們這一集所要指的離別 那離別一種是離開你的生活 一種是所謂的生理死別 從生活上第一次對我來講會比較印象深刻 可能是小學 因為我印象好深喔 小六畢業典禮的時候 真的是抱著大家一直哭耶 當下是覺得我們再也見不到面了 但是那時候你記不記得小學畢業立刻就放暑假 對啊 然後放暑假然後大學也就出來玩 想說昨天哭是白哭 其實我覺得那是還蠻深刻的 就是因為對你來講是第一次的 等於離開一個生活圈 你原本每天一起見面 然後一起上課 然後突然一瞬間你要進入到國中 我覺得對小朋友來講是一個很大的生活上的轉換 然後不習慣跟或許你會因為這些不習慣帶來的恐懼 讓你真的很想哭 所以這個應該算是友情的離別 這個算是那種被迫的離別 可是有一些的離別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子的感受 就是你可能已經出社會了 或者是有些朋友已經不是在你生活圈子裡了 就慢慢的大家都各自走各自的路 好像漸漸長大以後 你開始對於這些離別有一個自己的包裝的方式 然後你會開始自己腦補說 愛呀其實不都是這樣嗎 我再也不會為了一些離別而傷心了 我可能是自己心裡覺得一些惆悵 可是並不是真正的傷心欲絕 但回想起來小時候那種真的痛哭流天 好像是真的非常的勇敢表達自己的情緒 那再來一種離別呢我覺得是 我們上一集說的 愛情中你怎麼樣跟你曾經深愛過的另外一半離別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就是在我自己經歷過不管是自己或是朋友 是那種大數據調查裡面 那種好好說再見的感情 真的都會懷抱著感激 跟留下都是開心的回憶 儘管過程跟傷心不免俗一定會有的 可是好好的離別 好好的說再見之後 兩個人的感情其實不會傷得這麼深 甚至我覺得那是一種 可能過了一段釋懷了以後回頭去想的時候 其實你會有很多話其實是想對他說 因為你當下在那個情緒裡 可能沒有辦法 大家有這樣的經驗嗎 就是你可能對於你過去的愛人 或者是一些你覺得很可惜 沒有繼續留在你生命中的友情 有什麼話想說 因為我剛剛在直播之前 問問大家如果還來得及 你有哪些話想要對誰說 我覺得對外公外婆啊 奶奶啊爺爺啊真的很多人會很多話想說 那其實我覺得像剛剛提到很多朋友也是 他可能曾經真的是跟你非常好 但隨著長大時間啊 然後跟每個人的生活圈的變化 慢慢的就不再那麼親密了 但其實你可能還是有很多話想對他說的 但是你真的還很恨他好 你現在都還有人說很痛他了 但是我相信真的在不知道是多少年之後 你再回想起來的那個恨你 絕對不會像你現在這麼痛苦 而且甚至你會還感激他曾經在你生命中的 某一些時段留下來快樂的時光 因為我剛講到前任啊 就有人說今天這個趕上的時間 他立刻就想到他的前任 很想要對他說記得照顧好自己 朋友啊或是這種前任 真的很多人想要說就是記得好好照顧自己 很多時候都希望自己能成為另外人的一個依靠 但是當你走散的時候 你會發現自己沒有辦法成為他依靠的時候 你還是會希望他過得很好 有人說想想對前任說 你很好要更好 我愛你 哇哇哇 我覺得很棒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跟大家說的 我覺得說我愛你 跟表達自己的愛跟情緒跟感激 其實是真的不需要分對象的 你可以對你們家的狗狗說我愛你 你可以對你的好朋友說我愛你 前任也可以說我愛你 嗯 父母親當然更是 現在的男朋友 現在女朋友也是 嗯 很多很多的人你真的 當你很感激他 你很想要對他表達自己的一些情緒的時候 你就直接說我愛你吧 想對身邊的人所有人說 謝謝你出現在我的生命裡 今天也很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在這樣狀況下 你還是可以看到一些不同角度 大家的發言啦 那我真的會希望 大家可以對這個世界 身邊任何人更友善一點 對 不管你認不認識他 或是不管這個人 是不是你喜歡或討厭的人 即便他只是跟你擦肩而過 幫你撿起一個東西 任何我覺得大家更友善一點 然後他們其實每一個人出現在你生命裡 都是非常難得的 對 有可能你根本不會記得他 他也不會記得你 但是你的友善會讓他記得 會讓他覺得今天更美好 嗯 友善跟溫柔 包容跟寬容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奇妙的力量 這個是你不需要很刻意去展現 但是卻會百分之兩百的回在別人身上 我們真的要更友善的對待這個世界 跟你身邊的任何一個人 包括在網路上 你只不過可能看過這一則直播 你只不過看過這一則天文 但是你可以選擇用不說 或者是你可以選擇用好的話語去回應 代替你要去傷害別人 再來呢 我覺得更進階的一個是 那種像親人家人一樣的愛 我覺得就是寵物 就是我一直以來都是有在 惹浪動物之家照顧狗狗 然後這個的起源呢 我要哭了 說出來 起源是因為我的狗 就是牠在我的手中 然後我摸下 嗯 牠怎麼了 這次反正好幾年前 我覺得那時候我太常睡 所以沒有辦法在家裡面照顧牠 所以我就請我爸爸照顧牠 然後平常假日都會去看牠 進食發痘 發痘的心臟本來就很容易不好 再來是牠們的鼻腔這邊也比較短 所以很容易呼吸的空氣不是那麼順利 所以呢就是那時候我帶牠去身體健常檢查 然後幫牠檢支架 但是牠是一個非常容易激動的狗 然後我也沒有注意到牠其實已經變很寒了 因為牠很激動 然後天氣又熱 就是突然心肌梗塞之類的 在醫院裡面 然後那時候我非常非常的緊張 因為我就是眼看得好像已經快要呼吸不到空氣了 再加上先天的一些缺陷 不知道為什麼有一個預感 你會不想相信 但是你知道牠要離開 因為寵物的壽命本來就比人還要短嘛 所以其實很多人可以經歷過這樣子的離開 離別是需要練習的 那所謂的練習並不是說我們面對離別不再會有情緒 而是說我們會很健康的看待離別這件事情 因為這樣我覺得我們更懂得去珍惜現在擁有的東西 那時候是真的非常相信的 然後甚至有一段時間是很自責走不出來 而且不敢跟大家分享任何關於寵物的事情 因為每次講一次看一次我都覺得很痛 所以其實在那個之後我就知道 不能因為我的自私很喜歡狗很喜歡寵物 就把牠綁在我的身邊 然後我的狀況是不適合養狗的 狗是很需要的師範 我那時候就覺得其實我最好的虧錢才會 所以之後呢我就把我對牠的愛轉移到流浪狗身上 所以我才就是常常去照顧流浪狗 當你面對過離別或是你很任務思考和離別這個問題 你會更會去衡量自己的能力 然後更會去知道要花多少時間去陪伴 對 當你一旦決定你要照顧一個生命的時候 你就要把你的所有東西 對啊 他就是教會我 不只是寵物 是這個世界上的很多東西 都很值得會愛 愛可以有很多的形式 我不一定要真的去擁有一個東西 在叫做我愛牠 可是我是用一個非常大愛的方式 去讓每一個動物 每一個人都感受到這樣子的愛 我覺得其實這樣就夠了 妳對於寵物啊 妳可能很容易跟牠說 欸我愛妳妳好可愛啊 對 可是其實妳對身邊的家人 有多少人對自己媽媽說 欸媽媽妳好可愛啊 那又是更深層更需要一個 我覺得是練習 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其實我小時候是不太對父母親說愛的 但是我小時候卻很常對我的祖父母說愛 不知道妳會覺得他們是妳的玩伴 然後妳的 不要哭 妳講我不要一天哭那麼多次 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是一個非常常會跟我的外公外婆說 我愛妳然後辛苦妳了什麼什麼的人 所以在我外婆離開的時候 我甚至不覺得遺憾 會覺得妳已經很想說 會覺得我已經把我想說的話告訴他了 大家都會說很多的情緒跟情感 是一個累積的 妳會愛一個人越愛越深 但是妳對一個人的愛 也可以用慢慢慢慢的釋放 妳要持續的釋放妳對他的愛 妳才不會瞞到 當妳想要去說的時候他已經不在了 我覺得還蠻有感觸的是 我前幾天看到 我記得是彭怡彥她有分享一句話 她就說 當妳感到悲傷的時候 是因為妳活在過去 當妳感受到焦慮的時候 是因為妳活在未來 當妳活在當下的時候 妳才會真正的感受到 活在當下那個東西 是 因為人的記性是真的很差的 妳常常會對自己說 我要愛這個我愛的人 我不要再對他口出惡言 我不要再跟他斤斤計較了 但是時間一過日子一好 妳人一舒服了 妳可能又忘記了 又要再重新的重來重來重來 但是我覺得沒有關係的是 妳最重要的是希望自己越來越好 然後那些妳想要去改變的壞習慣 是越來越少 當妳只要有一點點的進步 那就是好事 當妳學著如何友善的對待人 對待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就會用一個友善的態度去回應 好疲勞 今天的微醺金句呢是 別讓今天的我愛你留到明天 希望大家能夠時刻用這句話來提醒自己 當妳有愛的時候就說 當妳有欣賞有感恩的時候 也是要很明確的表達 因為當妳很和善的對待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也會非常的和善跟包容的 來接納妳 那今天是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天 因為今天是我們微醺之夜的 這一季的最後一集 下一集呢大家有什麼 更有趣的議題 或者是更想要我們分享的東西呢 請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希望大家每天早上醒來 都是能夠幸福而且開心的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多客人 都不再問妳 IT